自中国空军相继接收两臂苏到35战绩以来,我军飞行员已经多次驾驶苏复35进行诸海事列,在一定意义上,苏35已经全面形成战斗力。 中国引进苏到35时期名声大噪,因为在中国接20隐身战机已经服役的情况下,仍然引进苏到35,说明该机在现代进行战机中仍战至重要的地位。 据俄罗斯媒体10月5日的报道,燕尼丁采购11架俄制苏的35多用途战斗机,替代印尼空军老旧的美制F5战斗机。 大家都知道,苏零下35战机,属于重型三代半战机,除了不能以身以外,其他性能都是非常优越的。 作为苏的27系列战机的终极改进机型,苏的35的改进重点在于提升了战机的机动性和雷达航电的性能,并换装了十辆推力发动机。 这世的苏负35,在空中展现了超强的机动性,超越了除F22和歼20之外的所有现役战斗机。 据相关资料显示,苏35配备了两台117F沃沙发动机,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500千米每小时。 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,航程可达3400千米,战斗半径约1600千米,拥有12个外挂点。 武器搭载量可达8吨,而正强空战则为1.4吨。 此外该机还配备了一门30毫米机炮,缩到35战机的战斗力中,最为人所惊惊的到了的就是其发动机。 该机型使用的117F发动机是由著名的AL-31F改进而来的,其动力更加强劲,更好的发动机使得缩复35在空中对峙,使具有更大的机动优势。 而更重要的是,117F是一款矢量推力发动机,它装备了矢量推力喷管,特将喷管进行水平或垂直方向调整。 它的好处很多,不仅可以使飞机起站过程更短,还可以完成眼镜收机动,中式机动,连续横关和自由落体等高难度复杂的机动动作。 有网有着,现代空中都是超市巨空战,这些所谓机动都是花群袖腿,实战中没有任何用处,其实并非如此。 苏35使用了雪暴翼雷达,该雷达号称对一万米高空三平方米的迎头目标,能够实现400千米的探测。 值得一提的是,苏35还实现了飞火推三转控制系统交连,即飞行控制,火力控制和发动机控制的深度融合。 即使在做复杂机动,苏35仍然可发射导弹遥转攻击目标,因此不论是超市巨空战,还是近距离交锋,苏35都可以从容应对。 俄罗斯媒体近日就公布了苏35跟踪F22战机的照片,这从侧面说明了苏35的记载雷达完全可以发现,并锁定F22战机。 在过去几十年中,多种型号的军机,为俄罗斯带来了丰厚的利润,因此,美国一直采用各种手段加以阻拦。 不过,继苏35成功出口中国后,印尼将成为第二大马家。 这对于经济不景气的俄罗斯来说,苏35无意又立下了一个大功,此,前美国要下狠化成,如果印尼执意采购苏35, 那么美方将会就此中止,向印方的飞机零部件供应,并制裁参与苏35交易的印尼企业。 然而,最终结果证明印尼并没有妥协,美国俩吓得狠话,也成了耳旁风。 毕竟印尼装备是F5战机已经成了老油机,够近缩到35是完全有必要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